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个人图书室 今天我去了斯黛蒂的家 他家就在我们学校的对面 我很喜欢斯黛蒂的图书室 甚至都有点嫉妒他了 我知道斯黛蒂家里并不富裕 他是不可能有钱去买这么多书的 那么他的书都是从哪来的呢 今天我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他一直都把自己用过的教科书 以及父亲送给自己的书保存得很好 这些书被他规规矩矩的码好 放在一起 另外他总是把父亲给他的零花钱攒起来 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买书 两三年下来 斯黛蒂就有了现在这个有模有样的小图书室了 后来斯黛蒂的父亲发现 斯黛蒂是那样的喜欢书 就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漂亮的书架子 还契承了斯黛蒂最喜欢的颜色 斯黛蒂的父亲还专门给他的书架子做了一条绿色的帘子 没事的时候 斯黛蒂就会一个人默默欣赏自己的小图书室 今天我就很有幸的看见了他的小书架 当斯黛蒂拉开那条绿色的小帘子时 我一下子就看呆了 天啊 这么多书 这些书是那么整齐漂亮 每本书的书籍上都刻着金色的字 都裹着一层透亮的书皮 我看见了各种各样的书 有诗集 有历史书 有故事书 还有我最喜欢的画册呢 看得出来 斯黛蒂还在书的颜色搭配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你看 白色的书旁边放着一列红色的书 黄色的书子和黑色的书并排放在一起 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条美丽的彩带 但从外观上看 就已经让人赏心悦目了 斯黛蒂有时候还会把前几天刚刚调换过的颜色打乱 自己再重新编排一下 他对我说 这样做实在是有趣极了 斯黛蒂还为自己的书编了一个目录 他简直就是个标准的图书管理员了 平时他总也不离开这些书 胆胆灰尘了 翻翻书页了 要不就查看一下装钉线 你看他 一边在书页间吹气 一边用他那短粗的手指 小心翼翼地翻开书 那副模样 你若不是亲眼看到 绝对想象不出来 正因为如此 斯黛蒂的书看上去总跟新的一样 我却把自己的书全都弄得破破烂烂的 对于斯黛蒂来说 每当买回一本新书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擦干净 放在合适的位置 然后 为了能从各个角度 仔仔细细地了解这本新书 他又会把它取出来 像宝贝一样珍惜 爱不释手 这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乐趣 在斯黛蒂家的一个小时当中 他一直拉着我看书 也正是他爱看书的缘故 眼睛都有些近视了 看到我和斯黛蒂还在看书 他的父亲就走了过来 他把自己粗壮的胳膊搭在斯黛蒂的脖子上 另一只手拍了拍斯黛蒂的肩膀 对我说 艾里克 怎么样 他这么喜欢书 一定会干出点名胖来的 是不是 哈哈 斯黛蒂像一只听话的小猫一样 顺势依偎在了父亲的怀里 此时 我感觉到我的鼻子之发酸 我自己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斯黛蒂可以做得这样好 我简直不能相信 斯黛蒂只比我大一岁这个事实 当我准备回去的时候 斯黛蒂站在门口 用平日里温和 似乎又有点生硬的语气对我说 那么改日见 我也学着大人说话的模样 说 嗯 我告辞了 回家以后 我对父亲说 我很不明白 斯黛蒂既没有才能 风度也不好 长得模样又可笑 尽管如此 我却打心底佩服他 尊敬他 父亲说 那是因为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啊 我又接着问父亲 在我和他相处的 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虽然我们没怎么说话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玩具给我看 但是我还想去找他玩 父亲回答说 这是因为你佩服他呀 有机会 那你 说 我们送我 在你 我们 0